她的爱伴随着阴谋与死亡的味道 像一杯毒酒 却又甘之如意 天衣有风原著 喜马拉雅授权取音工作室出品 镜子古风系列之 大型穿越虐恋小说剧《凤求皇》 第四十八集 你先行一步 去我在山音县的府邸 替我安排好一切 其余的可以暂且不理会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公主请放心 我会完成好公主的交代的 一旁的还原又提起了一件事 公主 半多夜前送进府的那个 至今还不肯服软 公主以为应该怎么办 一见到有人劝响 便破口大骂 甚至几次绝世 要不要先把这小子给处理了 继继续关着 还是干脆放走 请公主指示 现在楚域的西上阁 偶尔还会有些客人进出 这些人都是楚域从刘子叶 盛怒的刀口底下救出来的官员 本身就很有文化 并且有一技之长 被楚域以面手为掩护救下来 关几天等他们辅软 然后才好谈交易 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个叫石磊的家伙 真是让人头疼啊 果然是人如其名 满脑子的石头块 倘若不能够收尾己用 实在也不放心把他放了 就在楚域大感为难之际 却听见荣脂笑意艳艳 一脸满不在乎 看起来十分轻松 公主 将此人交给我可好 那小子可是明文不灵 你确定要去 公主 把他交给我处置 只需要一盏茶的时间便可以 我不相信 那石磊是我建国最难办的 就算把烙铁放在他身前 他也是一副慷慨就义的神色 终止有什么办法 还一盏茶 不过就是十分钟的功夫 连说些话都不够吧 你不会是打算用刑吧 公主若是不信 随我前来瞧瞧便是 毕竟荣脂不是那种 喜欢说大话的人 没有把握的是 他也不会夸口 就去看看吧 正好看看他打算怎么做 石磊被关在一间空置的院子里 被五花大绑的坐在屋内 打开房门 公主 还原 请在外稍后 我先进去看看 荣脂才走进去 门内便传出激烈的大骂声 虽然饿了两天 可石磊的钟气依旧很足 骂起人来 丝毫不怕浪费体力 除于还原一直听着 听了七八分钟 都没听见屋内传出荣脂什么动静 石磊是绑着的 不可能伤害到荣脂啊 可荣脂也没声音了 难道门内发生了什么变故 片刻诡异的安静之后 楚磊又听到石磊 已高出先前好几倍的音量 叫了起来 声音之高令楚磊十分佩服 语调之凄惨 简直令闻者落泪 草木寒悲 你 你又做什么 不要过来 过来我救孩子了 不要 不要啊 与此同时 驸马何吉与楚渊 正在距离不远处的院子里 喝酒谈天 才喝了一半 便听见石磊凄惨的叫声 两人聚是一阵哆嗦 酒也撒了少许 何吉苦笑 楚宫啊 今晚我们还是同他而眠吧 一面公主 且了应席 楚渊赶接的举杯 多谢 又过了不到两分钟 荣指打开门 走了出来 他的外衣敞开 露出里面白色的单衣 一边走 一边拉起衣服 好了公主 见他这副模样 出于忍不住的问 你对他做了什么 荣指仔细地整理好衣衫 抬起头 我什么都没做 只在他面前脱下外衫 他便说 只要我不靠近 他什么都愿意做 现在公主你 可以与他静下来详谈了 我想 他再也不会随意地喝麻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微服私房这种东西 在楚渊看来 不过是拿着公款 以吃喝玩乐为主 以巡视民情为辅 皇帝到了民间 顺带还能捎回去 一两个江南美女 作为当地的特产留念 所以说皇帝不管私房 还是工房 一般都往江南跑 这里有山有水 有美食美酒 还有美人 基本很少有反其道而行之 往漠北风沙之地去的 刘子叶也不例外 一路吃喝玩乐 仪仗队浩浩荡荡全开 各地官员隆重接待 上表正级 自然都是吹得天花乱坠 或求升官 或求赏赐 如此且行且停 历时一跃 方至山音 路上除了楚玉半嫁外 同行呢 还有一位姓谢的贵妃 那位贵妃看起来 比刘子叶年纪大 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 她的相貌十分美艳 举止神情 无事不刻 散发着成熟女人的 致命魅力 就是平时不怎么说话 楚玉跟她同车了一路 竟然都找不到 跟她说话的机会 山音县是一个 很有典故的地方 远的不说 就说王羲之那一会儿 王羲之听说 山音有一个道士 养鹅很好 便前去求取 道士要王羲之 替她抄写了《道德经》 才将鹅送给她 这件事 从此便流传了下来 另一桩典故 便是驱水流声的诗会 最初便是在山音 蓝亭进行 写出了千古流传的 蓝亭集 王羲之作序 楚玉在自己的封地 也有府邸 公主府接待了 刘子叶一行 抵达的时候是中午 站在门口迎接的人 是墨香 接风洗尘一番忙碌 等刘子叶休息下 已经入夜 楚玉才换来墨香 问道 荣指怎么没有来 墨香眉头轻皱一下 望着楚玉 哦 荣公子本来即将出发的 可是临行之前 忽然患病 无法奔波 只有派遣我代替她来了 患病 什么病啊 这个墨香不知 尽管天色已暗 可是墨香还是清楚的条件 楚玉的面色 在听说荣指患病之后 慢慢的 一点点的变得苍白 那么你离开之前 荣指的病怎么样 楚玉的心头仿佛揪着乱麻 只感觉自己的心跳 一下比一下更急 可恶 深处山音 就算想要赶回去 也不是顷刻间能办到的 这该怎么办才好 公主不必忧心 只是体虚小病罢了 不能奔波劳累 休养一阵子便好 真的 荣公子几时让公主失望过 虽然听墨香这么说 稍微放心了一些 但为什么 还感到非常的不安呢 我究竟在不安什么呢 这又如何呢 公主不必有心 如此良辰美景 公主为何 忽放宽心境 俯生偷闲 荣指 假如 也不会 自然担心荣指 但楚越 也不可能 这个时候回去 拜了刘子叶的晚性 第二日 刘子叶醒来 一觉睡去了 路途上的劳断 阿姐你来了 我刚醒啊 真是神清气爽啊 对了 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阿姐你快带我去吧 虽然是我的奉弟 可是我也是第一次来啊 你问我 我去问谁呢 哎呀 不过呢 我还是记得的 蓝亭诗会那段典故 要不就去那看看吧 那去看看蓝亭怎么样 好 就去蓝亭 此时的天气见秋 虽然依然有些热 但天高云淡 空气很是爽冷 楚玉和刘子叶 带着的人不多 除了两名贴身侍卫外 便是一对护卫 为了不惊扰他人 所有人都穿了变装 一路朝山音线外走去 虽然只有一对护卫 但带一对的人 却是将军宗月 这人的相貌 看起来很是阴柔 细细长长的眼睛 笑起来便眯成一线了 但是楚玉却听说过 这人下手很是凶残 当年净凌王刘旦 占据广陵城谋反 破城之后 便是这位先生 把广陵城中的男子 上上下下杀了个干净 人头堆成了小山 虽然宗月对楚玉说话时 都是细声细气的 可是楚玉在对上 他的视线时 总是觉得胆寒 幸好他对皇帝 还算忠诚 皇帝说什么 他便做什么 是刘子叶忠诚的部下 暂时不可能 对楚玉怎么样 山音郊外 景致极美 越是接近目的地 清起 越是扑面而来 正如蓝亭集序中所书的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又有青流极端 应待左右 虽然并非春日 但夏目之际来到此处 也是另一番的别致面貌 沿着橙枝自行 蜿蜒流淌的小溪 一路行走 美景接连入木 没走一会儿 却瞧见前方的溪水边 趴着一个黑乎乎的人 看动作好像是在溪边喝水 每当楚玉或刘子叶出生 宗月便冷冷地吩咐护卫 上去看看什么人在前方 把他给赶走了 也让他扰了陛下的游行 护卫走到那人身边时 楚玉和刘子叶也走进了少许 那是何人在此 回将军 是一个全身黑炭一般的人 兴巨灵猴 属下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一行人向前靠近 终于看清楚了那人的模样 那人站直起身 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琥珀色的眸子便投向来人 剔透的眸子里流露出不解的神色 那人一身破破烂烂 衣衫勉强以破布遮挡住腰臀 竖腰的麻绳尾端自然地垂落 胸膛大腿都裸露在外 然而那肌肤却与别人大不相同 是接近幽黑的深密色 这与长期日照晒黑的不同 而是天然的颜色 阳光照在她身上 折射出段子一般滑腻的反光 身材修长 肌肉微微隆起 显得结实健康 宛如流水山巒般自然的起伏 一眼看去 好像一头人形的黑豹 全身都蕴藏着爆发的力量 她的头发却很短 黑色的头发一溜溜的打着卷 因为太黑了 站得比较远的楚玉 暂时看不清楚她的五官样貌 只觉得她应该比较年轻 而她的眼睛是非常纯粹的琥珀色 仿佛呈在水晶杯中的美酒 那么的剔透动人 黑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哎 让到 快滚 要我 让开 我 为什么 不让 昆仑奴指的就是海外贩卖来的黑奴 他们身体健壮 性情温良 耐劳肯干 是非常好的奴仆 这个时代能得到一个昆仑奴作为仆人 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好不来 但是呢 这个昆仑奴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此处呢 看她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主人啊 不要用刀 省得血迹污了此地的美景啊 还不快让开 侍卫收了刀 伸手去推那昆仑奴 企图用人力赶走她 可是她用尽了力气 依旧无法动摇对方半分 黑人依旧稳稳荡荡的站着纹丝不动 黑人挥开抓住她手臂上的手 像挥开一只蚊子那样 轻描淡写的挥了一下手 护卫便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片刻后摔落在溪水中 剪起好大一片雪白的水花 不 不走 松月皱了皱眉 细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毒 抬了一下手 暗示更多的人上去移走黑人 另外四名护卫围围了上去 合力推散黑人 一二三三七 一二三七 此时 越走越靠近的楚月 也看清楚了昆仑奴的相貌 那还是个少年 十七八岁的模样 脸容薄发着青春的气息 五官十分的标志 大大的杏眼 挺直的鼻梁 嘴唇丰润饱满 假如踢除那幽黑的肤色 甚至有几分艳丽之色 真是漂亮的一头豹子 四个人上前一起推 总算是稍微推的黑人少年动了动 但是也只是动了一动而已 他一皱眉 伸出双手抗拒 大喝一声 那四人便被他给反推开了 虽然没有如同第一个护卫那样 凄惨的掉进水里 但是也狼狈的翻倒在地 宗月的面色变得很难看 当那几个废 一个昆仑奴都搞不定 在陛下和公主面前颜面尽续 狼脸 从哪儿可以 不好 宗月的眼神有点不对劲了 再上几人 我倒也看看 这昆仑奴的气力有多大 楚玉这么发话了 宗月只好服从 于是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才算将昆仑奴给推开 黑人少年 滴滴撞撞的后退 一屁股坐在溪水边 神情懊恼的看了楚玉等人一眼 很不服气 你们 人 人 多 对 我们就是人多 欺负你一个人 怎么样 听他这么坦白 昆仑奴一下子泄了气 没再说什么 他手脚利落的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泥沙 转身就要走 他才转身 肚子里便发出了 咕的叫声 声音大的 连楚玉都听到了 昆仑奴沮丧的摸了一下肚子 轻轻的拍拍 自言自语道 不 不饿 好像这么说 就能真的不饿似的 不过啊 这少年还是饥饿的状态 力气便能抵过八个状态 假如让他吃饱了 不知道会是一番什么模样啊 楚玉拉起刘子叶的手 陛下 我想要这个昆仑奴 他的力气这么大 一定很好玩 好 要不要我令人把他给捉起来 不必 我自己来便可以 那你可要小心 昆仑奴 力气很大的 他没有回头 只是反手 做了个放心的手势 镜子古风系列之大型穿越小说剧 凤球黄 后期制作 丸子 墓雪相思 由曲音工作室出品 好了 现在本公主的食物差不多都出来了 安排下菜谱啊 头盘呢 是天如镜 汤是还原 副菜是王一枝 主菜呢 是溶纸 沙拉是月结菲 甜品是柳色 饮料是昆仑奴 那么削别呢 嗯 进餐时他配约好了 今天呢 是西式菜 等下会有空 我再想想 中式菜 该怎么用这几个人去排布